哈哈哈 飞起来了 飞起来了 哈喽大家好 我是韩风 好 很多小伙伴都问韩风说 诶 韩风你长得又帅又被变魔术 韩风只想这么震你们说一句话 你们一天的话就在网上找那些帅者 你们不好好学习 天天想让段天生理抱向祖罗 你们一天的话想到在瓜子里面 在想什么你 我韩风只想说一句话 长得这么震都被你们发现了 哈哈哈 当然有人问我说 诶 韩风那你会不会大为那种飞上天的魔术啊 不会 再见 哈哈哈 好 既然大家都想学飞天的魔术 那韩风今天就教给大家一首 飞上天和太阳 兼并兼 你不能让我飞我马上飞 哈利波特就需要一只扫帚 接下来呢还需要一个强壮的身体 哈哈哈 强壮 身体 第一步你需要做的事情就是 跨在这张报纸上面 第二步呢 摩擦这张报纸 大家都知道摩擦会生热的 摩擦这张报纸之后呢 热量就会将你的一年的量灌输到这张报纸上面 这张报纸呢 就会像哈利波特的扫带一样 1 2 3 飞起来了 飞起来了 上面的空气就是不一样 溜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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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什么玩笑 还是要下来的嘛 下来的方法很简单 1 2 3 直接跳下来就好了 当然呢 报纸没有问题 人呢也没有问题 谢谢大家 OK 教学环节 这种魔术呢你首先需要报纸 出雷 OK 这种魔术呢你首先需要报纸 有了报纸之后呢你需要把两张报纸连在一起 然后呢把它卷起来 卷起来 OK 卷到这种程度呢 接下来你要做的事情就是 跨着这个报纸上面 然后你需要最重要的一个事情 这是破解角度 就是脱鞋 我说的是脱鞋 脱鞋 有了脱鞋之后呢 推 脱了鞋之后呢 你需要做的事情 第一步是摩擦 然后呢你的腿要登登登登 做假动作 然后你的右手 就像这样偷偷摸摸的把鞋子拿起来 下一步 把鞋子搭在你的屁股袋里面 看起来就像飞起来 当然这是破解角度 穿起来很脑残的 对不对 每种魔术从背后看都是个脑残 从这边给大家看一遍 看起来是不是就特别像飞天了 就像这样 但你的腿得登 对不对 你不动就感觉很怪 当然 这种魔术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就是你一定不能有脚臭 如果有脚臭的话 肯定是变不了这种魔术的 社会的 关注鞭子 什么叫做 对不对 什么的 对不对 什么是 对不做 当然